哇 這鹽水雞的味道啊 就完全這樣子蔬菜就已經 煎到一個不行了 鹹水雞 相信現在這種天氣啊 真的是熱到不行 鹹水雞大家一定會很想吃 這種冰冰涼涼的 酸酸甜甜的 其實自己做的話真的很簡單 一次做起來啊 放在冰箱裡面 你就可以隨時都有好多蔬菜可以吃 哈囉 歡迎光臨餐廳 我是Ruby 我是小野 今天我們來做的是 鹹水雞 相信現在這種天氣啊 真的是熱到不行 鹹水雞大家一定會很想吃 這種冰冰涼涼的 酸酸甜甜的 有時候沒胃口的時候 就會想要吃這種東西 對 而且其實自己做的話真的很簡單 然後又便宜 那一次做起來啊 放在冰箱裡面 你就可以隨時都有好多蔬菜可以吃 沒胃口的時候就很方便 那另外啊 還是要跟大家插播一下 就是我們有開通頻道會員啦 那只要到YouTube的頁面 點選加入的按鈕 成為我們的支持者之後 我們就會在每週發布影片之後 寄送最新一期的電子檔食譜給你們喔 那記得成為支持者之後啊 要到我們的頻道頁面的會員資格中 點擊連結 填寫你的收件資料喔 好 那我們就開始料理吧 今天要準備的食材有 杏鮑菇 玉米筍 花椰菜 木耳 四季豆 紅蘿蔔 小黃瓜 豆包 檸檬 辣椒 跟老薑 好 那我們就開始囉 好 首先呢 我們先把杏鮑菇洗乾淨之後 然後把它切片 切片之後把它放到碗裡面 加入鹽巴跟味醂 然後我們要放到電鍋裡面 用半杯水去蒸煮 然後把老薑切成末狀 然後辣椒切成斜片狀 然後先放到旁邊備用 好 再來呢 我們再來處理其他食材 那這些食材就是按自己的喜好 自己喜歡吃的蔬菜準備就可以了 然後大小也是切自己適當的 適合大小的 如果有小朋友的話也可以切小塊一點 那這些食材就是按自己的喜好 好 我們食材要切完之後 這時候杏鮑菇也蒸好了 然後我們先把它拿出來 然後杏鮑菇先夾出來 那個湯汁一定要留著喔 主要要蒸是為了那個湯汁 湯汁超多的 這是我們的雞汁 把杏鮑菇先夾出來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燜太久的話 杏鮑菇會再把那個湯汁回吸進去 你就不會有湯汁了 所以記得它如果一跳起來 一跳起來基本上你就可以打開了 就可以先趕快把杏鮑菇夾起來 這樣湯汁就會很多 好 再來呢我們取一個炒鍋 然後倒一點植物油 我們先來炒這些中藥菜 茎玉葉 八角 花椒 橙皮 跟桂皮 這些都在中藥材都買得到 炒到就是你這樣站著都可以聞到這些中藥材的香氣的時候 就可以倒入水 然後煮滾之後再加入鹽巴 天湯鹿皮在整時間的時候都是這樣子 好 再來呢煮滾之後也放鹽巴了 我們就依序把每樣食材進去把它煮熟 然後煮熟起來呢要直接丟到冰塊裡面去冰鎮了 然後連剛剛夾起來的杏鮑菇也是要丟進去之後再冰鎮 要讓它吸到那個中藥材的味道 那有根筋類的都可以先下去對不對 總會煮比較久的 然後就看熟的再夾起來就可以了 為什麼不直接全部倒進去 因為煮的時間不一樣 那冰水啊就要在旁邊先準備好 就是每個食材煮熟之後啊 就直接丟到冰水裡面去冰鎮 這樣那個蔬菜才會很脆口 瞬間的那個冷縮這樣 一定要冰塊水喔 冰水不夠 因為這是熱 燙水 所以我們就是一邊煮食材 然後就一邊冰鎮這樣 然後剛剛冰鎮好的食材都在這邊了 然後現在就加入老薑辣椒 然後胡椒粉 花椒粉跟乳香粉 還有香油跟鹽巴 還有檸檬汁 讓它酸酸的 還有剛剛那個蒸出來的 最重要的杏鮑菇汁 一定要夾進去 好香喔 好 基本上現在這樣攪拌均勻之後啊 就可以直接吃了 就很好吃了 但是如果它更好吃 更入味的話 就是把它放到保鮮盒裡面 冰到隔夜之後就會更入味 更好吃 完成 完成 開動 開動 好香喔 真的那個雞汁的那種鮮甜味 它就鹽水雞的味道啊 我們現在這個大概是冷藏了三個小時 就很好吃了 我覺得不用放到隔夜 稍微讓它再冷藏的時候 它會再把那個汁再更吸回去 沒有動物性的任何的油脂啊 或什麼的汁啊 就完全這樣子蔬菜 就已經鮮到一個不行了 學好這道又可以去開攤了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那個朋友記得嗎 今天要開箱 大家不要回家我Face 我還要開啟喔 掰掰 愛吃辣的人 可以自己加一點辣椒 辣椒油 我們剛剛加了我們自己做的辣椒 這麻辣醬可能也很快會跟大家見面 好誇張喔 再來我們老薑切成末狀 然後 好